来 紧接着我们就展开今天的第一题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昨天那个马席二会讨论度真的超高 尤其是在昨天几乎同一个时间点 那赖庆德呢丢出了他的内阁团队名单 一直热热热到傍晚的时候突然就没了 为什么 因为马席会开始 所以所有的包括这个外国媒体也一样 一篇一篇的报道不断丢出来 那地点是东大厅吗 东大厅我们昨天讨论过 然后这一次呢三个常委 包括王沪宁 蔡奇还有习近平本人 三个常委高规在过去也是非常的罕见 而且还注意到事实上习近平从2018年 跟连战四会之后呢 这是他第一次见公开接见台 公开会见台湾的政要 因为后来从05年之后 这个双方常来常往嘛 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 才18年连战四会之后就再也没有 这是18年之后的首次 那马英九致辞的时候 他们的致辞顺序 因为习近平是主人 所以他先讲 讲完以后马英九讲 马英九说什么呢 中华民国中华民族 我们昨天有特别讲 这到底是口误呢 还是一种所谓口误的艺术呢 是双方商定好的呢 还是那个向来谨慎的马英九 真的紧张或是太累了 就不小心口误 昨天现场来宾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下午我介大使的 我跟介大使越来越如直播当中 介大使也有他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种应该永远不会有答案 马英九也永远不会证实 所以我觉得大家讲的都有道理 但不管如何啦 至少这四个字有听到 对不对 好那过去经历了 经历了百年的屈辱 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 一步一步迈向 共同振兴中华之路 两岸中国人 对不对 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于中华民族 是不可承受之重 然后他要再度告诉大家 这个九二共识 马英九讲得很清楚 他说什么呢 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共识 九二共识 大陆比较强调的是一中 但是在台湾呢 我们还有各表 那马英九这次呢 他把这个九二共识 讲得蛮清楚 而且搁置争议呀 当然在一中的框架之下 有所谓各自以口头的方式表述 那争议不妨搁置 所以马英九对九二共识 有了一个蛮清楚的表述 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一趟论云说 这九二共识之旅 讲得真好 一点都没错 对不对 只要认同九二共识 我们看到 各方面的和平都展开 可以坐下来谈 可以同桌子吃饭 可以游长城等等 可以受到这个人民的欢迎 所以这就是九二共识的威力 九二共识重开机 有这个感觉吧 那习近平的致辞当中 当然就诉诸极强烈的情感 你看到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没有什么努力 势力能够把我们分开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只有家人才这样 不是吗 那虽然制度不同 也改变不了 连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注意客观事实 今天这个语出金人网友 这个语出金人在下午 我跟介大使的直播当中 特别说 应该把2758号决议讲清楚 没有错 这个法理上的问题 板上钉钉了 不管大陆 不管台湾 其实法理上的问题都一样 联合国的表述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一个中国 所以不管赖清德怎么讲 什么重建国家 什么台湾主权等等 但是请你问一下美国 有没有台湾主权这件事情 当然法理的部分 第一个它比较长 第二个它尖色难懂 所以必须要告诉大家 客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中国 没有别的选择 板上钉钉 所以习近平说 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 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然后也乐见大陆民众 多到祖国宝岛去看一看 当然所谓的统一 在台湾不管怎样 算是个敏感词汇 不管合同 不管武统 所以我们看到 在习近平的致辞当中 是讲到家国团圆 这个表述蛮特别的 当然还是带着 家人的情感出发 而这句话 大家超有感 对不对 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过去大家在 这个COVID之后 两岸的观光客往来 就好像中断 现在的台湾民众 说实话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觉得是 大陆不让他们来 但事实上不是 对不对 但再怎么讲 都没有用 因为我方设下了一些障碍 有些人数的限制 极其严苛 所以最高领导人讲 大家总该知道了吧 他很高兴 看到大陆民众 多到台湾去看一看 所以影响所及 我们看到真的是 今天观光航空股点火 包括五福 灿星 山富等等 标出了涨停 观光业立刻接球 关键是卡在我方政府 没有人比业者 讲得更真实了吧 卡在我方政府 希望520之后 有不同的气象 台湾好山好水 观光财为什么不赚 服务业为什么不赚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 那稍后呢 今天下午 我跟介大使的世界 越来越露 其实介大使的表述 非常的完整 有很多大家 昨天没有听到的观点 没有接到的朋友 记得去补课 好 韩兵你怎么看 特别是我们看到 在进到尾声的时候 在钓鱼台国宾馆 有场晚宴 帮马英九践行 结束的时候 习近平说 欢迎你以后 常常来 所以这个呢 还有续集 那亮哥认为 马英九这次 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九二共识 讲得很清楚 九二共识再度开机了 其实九二共识 在我看来 一直都不难懂 是有些人 刻意不想搞懂 才会把它搞不懂 或是刻意把它带歪 其实九二共识 其实非常简单的定义 就是只要你认同 你是中国人就行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问题是 民党这些人 明明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他 他又不敢直接这样讲 所以就拐弯抹角 跟你在那边 扯东扯西扯一大堆 对 就是 待会有一个误解 民进党带出来的 九二共识等于什么 等于一国两制 对不对 就什么等于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就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正他永远都要 这样去跟你扯 但实际上 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是这么简单 对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这次 包括习近平的讲法也好 包括马英九的讲法也好 都为九二共识 下了一个最佳的注脚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是同一个中华民族 那我们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可是呢 习近平 他这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 大陆的青年 多去台湾看看 那当然我们的旅游业者 会很高兴 对 就是表示 其实习近平 他这个说法 是根源于他们这次 在两会里头的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要从民间的力量 然后多跟台湾的民间年轻人交流 然后去改变整个台湾的一个氛围 所以习近平就这样做了 那习近平既然这样讲出来 你要照大陆的领导人 绝对不会随便讲话 所以他只要一讲了 就代表说 接下来 如果民党还要去讲说 大陆这边有什么 关卡 或是故意去 刻意去卡关这些东西 就不会有 他会慢慢开放 可是卡在我方啊 那我方开不开呢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大陆这边现在态度 非常清楚就是 我们会尽量去开放 但是接下来 你就不要再怪我 因为那是你们的政府自己不开放 那你自己要去问民进党 因为我们是开放 我觉得大陆是要展现出 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特别是他跟马英九讲 欢迎以后常常来 那意思很简单嘛 就是马英九以后 可能大九学堂搞不好每年都会去 因为去年才去过一次啊 今年又现在又去了一次啊 也许明年又会再去啊 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那当然也要跟两岸之间的互动氛围 有相关啊 我想再问一下啊 就说当然这个 两个人的表述都很长啦 有大达家国的部分啊等等 但是独独这个 就是在这个旅游的部分 有没有到这个 宝岛台湾来看一看 这个特别有感 而且你想想看 两岸说远很远 说近很近啊 习近平一句话 立刻股票大涨 你怎么看 是啊 因为大家超有感觉 你要知道台湾的旅游业 已经奄奄一袭 快要死掉了 对对 那这个时候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 当然大家市场信心满满 而且说真的啦 现在我觉得这个涨幅 也是给赖清德做一个参考 就是 人家已经说了他不要挡 那你呢 你还要继续这样挡下去吗 不是一直说 不要把对岸视为仇敌 你不是说两岸之间应该要和平交往吗 我们要求同存异吗 另外我觉得这个效应是不是也给大陆的团队 一些更多的一些启发 也就是说呢 这个会台可能要更会到基层 我觉得他们未来可能不只是基层 而且他们会特别针对年轻人 实际上大陆这几年已经陆陆续续 包括对台生啊 然后提供一些优惠的待遇啊 然后甚至就是把台胞直接视为 大陆人的直接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待遇啊 那我觉得接下来他们针对年轻人这一块 他会更加提出很多优惠相关的方案 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大陆朋友听了 可能会有点不爽 因为很多大陆朋友常跟我讲说 他们觉得对台湾人好的过头 他们自己反而不见得有这么好的待遇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两岸之间要多一点这种善意 才能够化解一些敌意 那最好玩的就是 马英九昨天那句话到底是不是口误 你觉得嘞 我觉得我昨天在这边我就讲 我认为不是口误 我认为双方是有默契的 那今天呢 马英九的一个动作就 让我觉得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他回台湾之后 就是他重新把那稿子念了一遍 他又讲错一次中华民国 他又讲中华民国 然后又改中华民族 他老是卡在这里 那当然有的人可能认为说 他可能太紧张或太兴奋或太干嘛 然后有记者就去问啊 就问马英九这个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然后马英九就当场大笑 然后赖斯堡就在旁边说故意的啦 然后就走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不叫故意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马英九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当然他也是有口误的时候 可是第一个 假设昨天他在那边是口误的话 那以马英九这种人 因为双方之前对稿子的内容都是有默契的嘛 如果昨天那个真的是口误 他今天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今天这个错误很显然是刻意 刻意做的 今天这个是要强化他的口误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在台湾念了这个中华民国 然后再念中华民族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念 而且这个是对方早就有默契存在 你想想看以马英九这么怕失礼的人 如果双方都已经谈好了这些东西 你觉得马英九会回到台湾之后 故意去讲一个中华民国 让习近平下不了台吗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马英九会这样表现 就代表在这件事情上 习近平跟他是有默契 而且昨天你看现场 习近平脸上没反应也就算 因为习近平本来就是一个 脸上不太容易有表情的人 他旁边三个政治局常委 你有看他有很惊讶 或是不安的举动 完全没有 我觉得他们脸上表情给我的感觉 就是早就知道 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我认为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中间是有默契存在 那这个默契就是要 极大限度的对台湾示好 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我必须要讲一下 刚刚这个马英九是不是口误 不知道 当然这个他恐怕也很难去证实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证实之下也很尴尬 但假设 假设这是一个默契的话 我必须要这样讲 在台湾来讲统一是个敏感词 那在中国大陆来讲 中华民国是个敏感词 所以如果说是纠结在这个敏感词的话 双方就没有办法坐下来谈 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历史的 事实的一个存在 那当然统一也是未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愿景 它都是存在的 所以何妨双方不要纠结在这些词汇当中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有默契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大陆的思维有多灵活 是不是 还有这次的善意满满 其实很明显嘛 就是在大陆 马英九这样讲的时候 你有看大陆的媒体 或是谁有在计较这件事 完全没有 就表示人家其实根本也没有像 因为民进党 每次都要讲说你在中国大陆 又讲中华民国会非常严重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那这次人家 不管是口误还是默契 他就在习近平当着他命就讲了 但我跟你讲 还并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很早就跟这个大陆的媒体 进行一些合作 大概在世界20年前 当时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呢 双方都有些默契 因为大家要各自发稿嘛 那要各自在对方的节目当中 去做一些这个论述啊 或是评论等等 所以当时我们私下就有默契 比方说呢 我们就不去讲总统这个词汇 那他们就不去讲祖国这个词汇 因为他们讲祖国的话 我们这边很难播出啊 我们讲总统 他们也播出不了 所以双方在这个词汇上呢 各自找一个替代的词汇 让双方都能够接受 那这个接受的情况之下呢 就让两岸媒体的合作 能够顺利进行 所以你想想看 那是十几二十年前就有的弹性 放在今天如果真的是一场口误的话 我觉得这个灵活操作 其实一直都在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灵活操作表示 其实一则一喜 就是表示中国大陆这边的想法 越来越多元化 而且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 想要你要说是统战也好 你要说是释出善意也好 他都愿意去做 但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他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那如果这已经是他最大限度的让步 或者说让步也好 或者说善意也好 那如果台湾还是不能接受 你看民进党的反应还是老一套 还是这边 马英九没有伸张台湾主权啊 什么什么 对啊 路委会六点就发了新闻 搞一大篇早就写好 那讲的都是废话 都是把过去的东西重新再抄一遍 那如果台湾 包括民进党始终都是这样的话 其实老实讲我是有点担忧的 因为本来照理来说 这次马英九是去帮赖兴德擦屁股 人家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马英九七十几岁 还卖这个老命运 去帮你做这些事情 结果你回来不但没有感激他 然后居然还动员你们这些 立法委员啊 动员这些侧义啊 又把他痛害一对 但我不太懂 陆委会的新闻稿 写的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但是赖兴德在正南荣的这个 今年会上讲的是台湾的主权 所以陆委会这个 违逆赖兴德的想法吗 但是陆委会能怎么办呢 陆委会你怎么不敢讲台湾主权啊 陆委会讲台湾主权 陆委会自己就应该先被消灭掉 因为他还在大陆委员会啊 所以我说真的 民营党如果真的想搞台独 拜托你第一件事 就要废除大陆委员会 你一定要走这条路 不然的话 光是有这个委员会存在 你就不能告诉我说你是台湾国嘛 因为这就是 你是中华民国 才可能会有大陆委员会 所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东西 那民营党每一次都故意忽略 某一些逻辑 就应去扯他们要扯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最好笑的事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800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痰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